第39集,淡台晋黎苏苏再入般若福生 黎苏苏前来魔宫质问淡台晋为何选择成为魔神,淡台晋表示因为恨黎苏苏,五百年前黎苏苏在大婚之日背叛了自己,后来自己在幽冥川中寻找他五百年,日日遭受肌肤腐蚀,而那时黎苏苏却在天池中不问世事。 淡台晋认为这样对自己太过不公平,曾经黎苏苏说过淡台晋生来就是魔神,恨总比爱来的多些。 黎苏苏认为淡台晋在说谎,淡台晋却并未承认,前魔神蛊惑他出手杀了黎苏苏,认为所有与淡台晋有关的亲人,朋友,师父都会受恶运影响而惨死,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曾真心爱过淡台晋, 只有苦恶才是永恒的归宿。 淡台晋最终一世战胜前魔神,他始终认为父亲母亲爱过自己,照顾自己长大的兰安等人在自己幼时照顾自己长大,与自己国事为敌的朋友肖林亦不曾富过自己,将自己从若水救出的师父悉心教导自己恩同再造, 而黎苏苏苏则教会了自己如何去爱,如何去感受这一切。淡台晋虽得到的爱不多,但并不是没有,一直以来顾影自怜,想要毁掉一切的人都是前魔神。 前魔神发现淡台晋并不想承认魔神,他动手想让淡台晋甘愿成为真正的魔神,却不料淡台晋经历过人,神,魔的三世, 并不像前魔神一般困在过去的夜音里,淡台晋拿回意识主导权,彻底成为唯一的魔神。 成为真正魔神的淡台晋知道唯有真神才能消灭魔神,才明白唯一的出路就是让凤凰族的黎苏苏修炼无情到成神,这样才能彻底消灭魔神。 淡台晋让魔族昭告四周三日后他将迎娶长泽山御灵仙子为妻。 公也既无想要杀掉淡台晋,不顾当年师父的樽樽教导,决定借用风夭牙的风印之力对付淡台晋。 哪怕走火入魔堕入魔道,也要与淡台晋同归于晋。 公也既无钱来找庞怡之的幻影求助如何对付魔神,庞怡之将心罚大阵交给公也既无。 淡台晋曾答应过念白语营救一月族,大婚前夕他利用魔神之力解开一月族封印。 黎苏苏醒来得知自己明日就要成为魔神的妻子,他不愿与被信弃义的妖魔成亲。 淡台晋认为自此之后黎苏苏将没有自由,带着他来到墨河,淡台晋认为明夜和桑九的爱情在神魔大战之下和其渺小,若是没有般若浮生,后世又有谁记得这段爱情。 但他和明夜不同,他将登临绝顶,黎苏苏也会陪在自己身侧。 但是黎苏苏认为淡台晋这样的人不配评价明夜的感情,毕竟明夜无愧于天地和苍生。 淡台晋造出了五百年前的圣兜邪府,这也是他为自己所造的般若浮生梦,他带着黎苏苏进入属于自己的般若浮生,在这里看到曾经亲切的大哥叶泽宇,弟弟叶清宇,祖母和爹爹,在这里淡台晋只是叶西悟的夫婿,也有曾经两人的美好回忆。 曾经邪西悟叫淡台晋化剑升幅,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心无恶念之人。 黎苏苏询问淡台晋没有回头的可能了吗? 但是已经到了如今这个地步,淡台晋无法回头。 黎苏苏效仿桑九当年和明夜告别,他也想要同淡台晋告别。 两人补上了当年缺失的洞房花竹叶。 淡台晋要在结婚之日大开魔门,公也既无打算联合仙门弟子一同开启兴伐大阵。 淡台晋带着黎苏苏从般若浮生中出来,两人前往魔狱举行成亲典礼。 赞 转发 moder开启兹与连接启兰随的 tooling。